每年的1月18日是郭德纲的生日 也是德云社的年会 每一年的年会在吃饭前都会说一句话 列位有没有出去单干的 郭德纲会全力帮助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帮助宣传 每年1月18日我过生日 也是德云社的年会 在吃饭之前 第一句话就是列位有没有要单干 年年如此 有没有 如果有提出来 我会尽全力的帮助你 给你找剧场 帮你去起照 帮你笼络人马 帮你去宣传 欢迎徒弟们单干 在综艺节目上 郭德纲曾经说过 每年都劝岳云鹏自己出去单干 说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他可以出去自己成立个岳云社 早点让德云社开支散叶 你有一天要自个成立一个班社 你想好名字了吗 够呛 他就因为没有名字 他走不了 你给他起一个 我真的真的没有想过 比如说 做队长 你看我们分五个队 六个队 好几个队长都是我师父的徒弟 唯独二队 就我们这个队不是 队长是孙悦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弄 这儿认识啊 大家都以为郭德纲这是在开玩笑 或者敲打岳云鹏 没想到9月16号 岳云鹏关心了自己的自制综艺节目 真的要独立于德云社之外 开始自己单非发展了 郭德纲老师的话又一次成为了现实 岳云鹏的这个自制综艺节目 名字叫越努力越幸运 节目定位是国内首档美食短视频社交综艺 第一期节目定在9月23号上线 岳云鹏还发出了争稿活动 征集吃货们的视频 只要你觉得你吃饭的视频 风趣幽默 有创意 都可以发给岳云鹏 为了配合自己的节目宣传 岳云鹏还专门进行了一次直播活动 跟岳云鹏合作的视频平台 也非常重视岳云鹏的这个自制综艺 甚至专门邀请岳云鹏 去了自己的工作大楼进行直播 岳云鹏直播的在线人数有十几万 这一次的宣传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毕竟岳云鹏的人气和搞笑天赋在那摆着 看到岳云鹏来真的 不少人都担心 岳云鹏是不是真的要单飞 要自己出去发展了呢 岳云鹏的这个单飞 跟当年曹云金的出走 有着本质的区别 岳云鹏这个单飞 是因为岳云鹏的名气和能力 已经不适合再留在德云社了 如果岳云鹏一直还留在德云社 那别的徒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你看德云社团宗 德云动效社里 岳云鹏只能当个旁观者 他不能参加比赛 因为他实力跟其他人不是一个档次 他要是参加的话 可就真没悬念了 郭德纲老师希望岳云鹏出去单干 其实是希望岳云鹏出去散播火种 让德云社的相声发扬光大 振兴整个相声行业 郭德纲老师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徒弟 被绑在德云社一辈子 你看看高贺财 李银飞等人 自己出去成立相声团体 都发展得很好 认为郭德纲要把徒弟 绑在身边一辈子的人 未免太小看郭德纲了 岳云鹏的自制综艺 如果能够成功 跟德云社团宗交相辉映 势必会给相声行业 带来新的发展和变化